给毕业生的祝福不会因为疫情而减少 台北市市长者家长协会透过线上视讯方式 为12位市选儿童办理毕业同乐会 鼓励毕业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永不放弃 或许是因为缘分 我带一任来到了台北市市长者家长协会 要非常非常谢谢丽婷老师 不论一任状况的好坏都能找出方法 然后帮助一任也常常关心我们 另外还要谢谢所有老师没有放弃一任 不断地指导我们练习吞咽的方法 让一任可以有机会吃到好吃的东西 还要谢谢佳琪老师针对一任的状况提出了很多建议 非常谢谢协会的每一位老师职员和社工的帮助和关心 祝福协会的大家 每一个人都健康幸福快乐 也祝福今年的毕业生毕业快乐哦 那我们协会是在民国91年的时候 1000多位的视觉损伤 儿童跟家庭 可以一起就是欢乐的 温馨的方式来一起就是 就是庆祝一下就是要迈向下一个学习的旅程 协会服务视觉障碍儿童早期疗愈 就是庆祝的旅程